新北市劳工局举办校园就业博览会 首场活动选在淡江大学举办 现场邀请94家的厂商 一共释出超过4700个职缺 其中也包含了620个兼职的职缺 让学生能够毕业后马上就业 毕业季就要到了 大家都在拼就业 新北校园捐财 首场次开炮 新北市政府劳工局 与辖内的大专院校 合办八场的校园就业博览会 而第一场校园就业博览会 于今天上午在淡江大学启动 现场邀请到了94家的厂商 合计释出超过4700个职缺 而其中也包括了620个兼职职缺 让现场的学生能够毕业 无缝接轨及就业 那今天总共有94家厂商 释出了4700多个职缺 那最主要的职缺大概是在制造业部分 占了大概将近百分之四十 其次是我们的一般服务业 跟我们观光旅宿业的部分 那我们连续每一年都跟淡江大学合作 校园就业博览会 希望我们就是说提供学生在毕业前 能够有一个求职的一个机会 能够未来毕业以后 能够顺利的转捷 转嫌到职场 劳工局长表示 这次参与征裁的厂商职缺 平均薪资有将近36K 较去年多出了3K 而且薪资在40K以上的职缺 比起去年多了两倍以上 显示企业为了抢得好人才 更愿意开出高薪 吸引青年的学子加入 而其中厂商占比最高的是科技制造业 有44家 占总厂商数的四成六 企业最爱的大学生这个调查 他们都有大概八到十项的指标 那当然除了你该有具备的专业 还有非常很多现在都认为是通事能力的 就像我们这个资讯运用的能力 甚至这种永续发展的这个素养等等 那我想我们学校的社团活动 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其实很多淡江大学学生 对于我们青年局开设的课程 以及交流的活动都报名的很踊跃 尤其去年我们有开设超过120位的 我们的青年局自己局里面的实习 还有我们的公共政策的经理人 可以直接跟市长交流面对面的这样子的报名 其实淡江大学的学生真的是非常的优秀 真的很努力踏实又认真 这次学校也表示 未来趋势不仅是要有AI智慧科技的加入 还需要环境永续 SDGs以AI的加入等于无限为制校的理念为目标 更成为企业最青睐的大学之一 而老公局也表示淡江大学首场次的校园征才之后 接下来还有许多的大学也都会进行校园征才 而现场也规划了AR和VR科技求职体验 青年就业服务专区 还有履历见诊 职业训练课程等咨询服务 更让现场的许多大学生跃跃欲试 记得水段一淡水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